好的 我是阿周 今天要介紹的是如果到大陸自由行 如何自行的購買機票 而且買到比較便宜的 首先一般買機票 我們會到航空公司 看到目前所看到的這個 航空公司的官網 假設我們看下航的來講 直接到下航的網站去看 你會看到價格 我們選擇要去的位置 選擇完後呢就可以直接的 找一下看這個 時間還有 設定好這個時間 之後呢我選25號 假設選25號 25號之後呢就會 去搜尋要等待一點 時間就會看到他搜尋的 畫面會跳出來大概價格就是 新台幣看到 很明顯的新台幣7000多塊錢 那看你要搭幾點的航班 這邊就會秀出來 價格都不一樣之後可以點進去 一般說實在的 我並不會在這裡訂 為什麼呢 我們後續看下去就了解 再來我們看一下 那個 席城網 席城這個網呢 是一般我常會利用的一個網站 一樣的我們點擊 從長沙會下門 那時間也是25號 你會看出他會跳出這個 計算的方式呢是人民幣 人民幣要乘以 目前的匯率是4.45 匯率是4.45 看到他530 這個同這個航班他標是530 實際上呢並不是你 只要戶530人民幣 其實他只是一個 標出來到最後要戶多少 我們點進去看就曉得 點進去之後呢 敲一敲 之後算出來如果是兩個人 搭乘的話 是1336 平均一個人是668人民幣 那算成台幣呢 起來呢大概價格就是 2972.6元 大概2973塊 那實際上這個價格 並不是我所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到CHIP看一下 同這個航班呢 在CHIP可以查到 一個人大概2000多塊 2856 那比先前算出來 2900多是便宜的一些 斤斤計較 是赤柱旅遊 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我們看同樣這個航班 2856的價格 我們可以點進去看 其實條件都是一樣 說實在的 雖然說省了幾十塊 心情會很預約 不過說實在 路過順便還有其他的 金融卡的優惠啊 在CHIP這邊 那個回饋金啊 那買起來 以這個航班來講 是最划算的 好的 以上影片就是DJR 都為各位介紹的 如何自行的購買機票 找到比較優惠的 我們下次影片見